一头巨型抹香精在台南的牡蜜养殖场搁浅死亡 就在卡车运送精尸经过西门路的街区时 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庞大的鲸鱼尸体突然炸开了 惊爆 就是指鲸鱼尸体会膨胀 最后爆炸的一种现象 那么为什么鲸鱼的尸体会爆炸 而其他动物不会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在于鲸鱼的皮 因为鲸鱼皮长得非常坚硬厚实 以抵挡了数千米海底的强大水压 同样的 它也抵挡了鲸鱼死亡后 它体内会产生大量腐败气体 最后膨胀到极限时 随着外力的作用就猛然炸开来 而惊爆所喷出物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可谓爆炸力惊人 其实惊爆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 但最著名的例子 莫过于2004年的台南抹香精爆炸事件 2004年1月24日 大年初三 一头巨型抹香精在台南的牡蠣养殖场搁浅死亡 由于对抹香精的好奇 很快吸引了数百名民众 忍着低温寒风到此住途观看 鲸鱼事件也吸引摊贩前来摆摊 一时之间现场犹如夜市般热闹 这只身形庞大的抹香精 三长17公尺 体重50吨 相关单位招来100吨的平板大卡车 三辆起重机及50位以上的人员 耗时13小时才得以终于上车 以公路方式运送 鲸鱼的研究标本其实是相当稀少的 所以王建平教授原先计划将鲸鱼运至 位于台南市中心的成功大学解剖研究 然而在运输途中 校方已无法容纳为由拒绝了鲸鱼运至 最后只好转而移至市郊外 位于安南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可是这么一弄 运送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 魔香精已经发出腐败之位 就在卡车运送精尸 经过西门路的街区时 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庞大的鲸鱼尸体突然炸开了 其爆裂程度极其壮观 周遭的商店 目击者及车辆无一信念 全被鲸鱼的鲜血 内障集中 恶凑四亿 围观的行人们都被吐露起来的惊爆惊呆了 随即纷纷牵着鼻子夺路而逃 因为实在是太臭了 事后 民众回忆起来这样说道 真的很有心 整条路都是尖出的血跟内障 真的臭的让人怀疑人生 好在这起惊爆没有造成伤亡 不过 附近的人们难免得忍受 长达好几个月的致命恶臭了 事后 这起台南惊爆事件 引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关注 并且来研究 因为 它爆的有点不太寻常 按照常理 离开水后20多个小时就发生惊爆 这比理论计算的时间明显快了许多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经过研究后 学者们发现一个疑点 那就是这头抹香精爆炸的地方 竟然不是从肚子 而是从背部爆开 但在正常情况下 背部应该是能承受压力更大的地方 不应该是背部才对 对于这疑点 来自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团队 研究了王教授起重鲸鱼时的影像记录以后 提出了这样一个解释 可能是开始起重时 用两台小起重机拉进鱼尾巴 导致了鲸鱼背部的骨骼 肌肉和皮肤受损 从而导致了背部爆炸的结果 这看起来是个很合理的解释 但来自加州的研究团队 却发现了另一个疑点 推翻了利物浦大学团队的推论 那就是惊爆的伤口 有大面积淤血 这些淤血应该是在血液 还在流动时 受到撞击而形成的 如果按照利物浦大学团队的说法 这头抹香精在被安装到卡车上的时候 还是活的 血液还在流动 但事实上 鲸鱼在吊上卡车前早已死亡 而且团队也观察到 台南外海是一条繁忙的航道 由此 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算后 做出最终结论 这头抹香精极可能是被海上航行的邮轮撞死的 这头抹香精被撞死 正在睡觉 或者正在进食 因为抹香精在进食和睡觉时 几乎不使用视觉 而是靠听觉预警 如果这个时候 抹香精正好在游轮的正前方 游轮产生的声波 就很难让抹香精及时不抓到 背部的这个伤口和淤血 就是它被撞击的位置 这个撞击导致了抹香精的内伤 这个内伤 则让他在不久后搁浅并死亡 在之后 该被撞击部位显得比其他部分更脆弱 从受不了体内腐败所产生的气体压力 从而更早地发生惊爆 这头抹香精被撞的结论 在王教授所做的鲸鱼骨骼标本得到了佐证 王教授说 其实惊爆的现象很早就为人所知了 比较著名的是50年前的美国惊爆事件 架桥也是抹香精 1970年11月9日 在美国俄勒冈州南部海岸附近 一头约14米长 八顿重的抹香精被冲上岸边 由于担心鲸鱼的腐烂会导致巨大的恶臭问题 所以俄勒冈州公路部门受命移除这头鲸鱼 在与美国海军协商后 州公路助理工程师乔治桑顿 决定用炸药将其尸体炸碎 他原本的计划就是炸药埋涉在鲸鱼尸体靠岸一侧 当引爆的瞬间将鲸鱼炸成碎片 并吹飞到海里 然后剩余不多的鲸鱼肉让海鸥等吃掉 过程干净利落 设想总是没力的 但不幸的是 桑顿并不知道真正需要多少炸药 最后他向有关当局要了20箱 重达半顿的炸药 准备爆破 在一群观众和当地记者的围观下 史无前例的炸惊计划开始了 建厂观众被驱离到距离鲸鱼尸体 约400米远的地方 随后乔治一声令驾 蛮设好的半顿炸药瞬间被引爆 混杂着鲸鱼血肉 内脏 杀毒的一堆玩意直冲云霄 壮观的场景让观众们爆发出欢呼 不过 瞬间变成了恐惧的尖叫声 原来那些被炸上天的腐肉的尸块和脂肪 全溅落在了围观群众身上与附近建筑物上 一辆停放附近的豪车 被一块冰箱大的鲸鱼块 炸得面目全非 幸运的是没有人在爆破中受到伤害 过后人们发现这场爆破失败的很彻底 魔香精只被炸掉了一小部分 大部分身躯依旧完好的躺在沙滩上 不得不由工人们清理干净 金若指的是鲸鱼死后的尸体沉入深海中 从而化为养分供养深海生物的这一过程 以此金若所沉入的金鱼尸体 可以点亮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形成一个深海绿洲 来供养各种深海生物和分解者生存 这一过程甚至可以长达百年 易金若万物上的说法 有的人还将金若誉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死亡 然而很遗憾的是 并非所有金鱼的尸体都会沉入海底 完成金若这最后的壮举 事实上 有许多金鱼是在岸上搁浅而死的 还有许多金狮因为尸体密度的关系 会浮在海面上 最后可能被冲上陆地 或者继续漂浮在海面上 而这些无法沉入深海的金鱼尸体 却有可能导致一场跟浪漫的金若 兴致完全相反的灾难 那就是金爆 以下是一些金爆片段 通过来更多钱的金鱼尸体 鲸鱼 鲸鱼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 一旦死亡 要不就是以静络的方式流芳百世 要不就是以惊爆的方式遗臭万年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样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